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论世节目 又是和我老友蓝昌兴 大家好 大家聊天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 可能大家可能觉得 不是吧 这么闷 我明白 但是很重要 十四街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明点是第二次 所以大家都应该听一听 其实里面有很多材料 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问题就是 你只看一大堆字 两下你就会睡着 所以一定要 重点找一些重要的东西 说出来 我们论世 当然大形势是怎样 中国的大形势是怎样 你没办法的 你一定要看十四届全国人大 会议就说了很多东西 你听着 我们就逐一说给大家听 大陆就帮香港有一个很不同的东西 它很多东西是有指标的 我们政府是没有指标的 我们也有KPI 但是今年建屋建多少 大家可以增加多少 但大陆定死一个指标 今年GDP增长5% 大家会觉得帮子5 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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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重要 今年是3% 即是换的话 明年要比去年增加3% 加多2% 即是加2% 好不少 不是 即是Double 即是六成 这个代表 现在是回到进攻 这个很重要 帮子5 有些人说 都很困难 未必做到 我觉得是破六宾七 我觉得一定是至少六 甚至可以去到七 为什么呢 它现在过去五年 就是因为去年3% 拉低了 过去五年平均是5.2% 现在最重要是 你2022年是3% 即是基数低了 是 基数低了 你今年去六去五 其实相对是容易了很多 其实如果你说 可以不可以 又给个数字 大家听 货物进出口 总额 年增长 去年是这么差的 2020这么差 都升了8.6% 去到40万亿元 世界第一位 即是换句话说 世界复苏 你又想争取多些中国的货 我又可以买多些货给你 那40万亿元 就一定可以过 过得的话 你觉得多多2% 由3%的GDP增长 可以用5% 有机会 明白吗 一定有机会 另外一个数字 是大家关心的 就是军费 军费加7.2% 我是很失望的 我们在这里也说过军费 全世界 欧洲是加20% 日本是26% 5年内要翻一翻 要达到GDP的2-3% 我们现在的军费 其实是GDP的1.2% 按照GDP 去提8.2% 8.3% 我们的军费可以加很多 但我想要看一件事 是 那件事就是 中国的军费 是 即是 早加 7-8年前 已经是 一直滚上去 十几都有 十几 一直滚上去 去到这样子的时候 你会发觉 好了 行了 我现在已经滚动 那个基数已经够大了 我不用这么大 但是 有很多新发展的东西 去到一个阶段 你可以留下一些钱 以前要拿一千几百亿 去做一件事 现在可能到尾的时候 可能是 装个窗门 引擎都装了下去 那些东西你就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7.2% 基本上 不要说它多 不要说它少 但我想是足够的 还有还要做一件很重要 他不想被外国说 哇 你军备竞赛 我们伸出来的那只 就是和平之首 但是呢 我们有准备的一方面 所以呢 你加你加你加 但是如果你以往 是由很低的低数来 你加多些 基本上你追不及的 所以 中国我想 未来 即是那五七年 只要保持这个位置 即是我们都会到达了 我们军费 我们军备 我们军备 需要我们在的地方 你不是说 扔钱 扔钱 而是你用得 懂得起座 即是如果不打仗 你扔下去 是擠牙子而已 不打仗 中国未必 会和你加入打仗 除非你美国佬发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足够的 所以很多网民说 第一 如果军费加很少 那我们就捐 譬如说 广东人我们一起 一人捐一千元 就捐一架 广东号的航母 行不行 这是说的 一定不会做 另外 那当然不会做 战前就是做 你当时打日本仔的时候 都是捐钱的 捐飞机 但在目前来说 未去到这一步 我亦都很相信 藏富于民 中国人 港澳的居民好 如果有一天 大家要捐钱 去帮助国家 在军备上 追最后的五步 或者最后的一步 或者超前多两步 我相信是完全没问题的 完全没问题 很多人说 就算说 今年如果美国真是惹事 在台湾一 没有问题 可以追加特别军费 打仗就加 不打仗就不加 美国不是想打 老实说 美国要打的话 拜登就很傻 美国几时准备好打这场战 如果现在说 俄乎战争 如果乌克兰在北末 敗退之后 散了之后 那怎样呢 波兰军入住 美军入住 我记得在波兰边境最多北约的军队 是什么呢 波兰和美国 是否有去打 一打就怎样呢 这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 说就容易 做就很难 所以大家最关心的是 今年我们的经济是如何 按照如果是5% 比起美国 是超过它几个百点 现在全球 所有的各地货币基金会 世界银行 股美国 今年会比2022年 会减少 2022年 如果按数字计算 它都有2个万点 2.1的GDP增幅 但是到2023年 很多都估计 一定是低于2.1 甚至只有1 如果我们有5 起码都超过4 下4个点 不差 真的不差 我有个数字 我看到 就是值得大家看出来 Inflation 现在美国害怕到 妈妈都不认得那个 但是明年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是2% 就是今年升了3% 明年压着它2% 如果我们是2%的Inflation 相比欧洲 相比亚洲其他地区 相比美国 是很棒的 是很棒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糧食产量去年是1.37万亿斤 多了74亿斤 但是呢 今年 即是新的一年 一定的数是1.3万斤 可不可以少少少 不是 而且多数这些位置 当然是有些天气 水 灾风 等等 说低一点 1.3万亿斤 基本上 是全中国人民足够了 吃得饱饱 这个很重要 而且要吃得好 要吃得好 这个大家很多国家 没有这样去想那样东西 没有去买 但不是中国 什么都是战略性 我要自己搞得好 糧食是战略物资 是战略物资 是战略物资 另一样东西 就是说2022 国家做了一样什么东西呢 大家当然 你一年毕业的数以千万计 那你美国呢 你一毕业就失业 失业你继续要还 你要付利息 其实现在呢 这个学业贷款 是一个很大的淡子 在我们的学生那里 那现在呢 中国就职了 现在很可能 就是免除了 没有钱给的那些 就免除了你要还钱 不用付利息 不用还钱 那又是帮帮 大家 其实你看到 那个国家现在 走着一条路 做着的事 是很醒目的 就是哪里有事 先做了 哪里有事先做了 就不是等到它发生的时候 才追加 所以呢 这次呢 还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是 就是要机构改革 是 那机构改革呢 放在第二个最重要的是 重组科学技术部 是 这个呢 这个呢 先和你说的 哇 关于这些学业科学法治 是 这个最基础的部分 那大家知道了 现在美国就是在芯片上卡我们 是 强调这个 重组科学技术部 其实就是又为这个 奠定一个基础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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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一段 他说了 就是习近平主席 叫了一班民企 的大老板来坐 大家坐下 高管那些坐下 就是 对他们说一番说话 那大家 就是报章有些 有些没什么登 登得几句 但是他说了些什么呢 是不是有什么石破天经 其实呢 我就很细心地看了那段的报道 是 我想读些给大家听 听完呢 你就可能会明白 哦 原来中国和民企是怎么样 就是做什么的 有一样很重要 就是中国有国企和民企 而一向的说法就是 国企就是大了 着素了 民企就是 呼之则来 揮之则去 就是他前一阶段说什么 国进民退 其实不是的 是的 不是 首先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 就是习近平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当做自己人 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会给支持他们 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 就给予止毒 大家想想华为 我们想一想 我们那些国企和民企 如果在美国被人欺负的时候 国家是会支持的 在政策上 就是蒙晚舟 是的 你这样想的时候 不是说你单独作战 这个很重要 因为美国一向的做法就是 就是民间企业打仗 赚钱 搞搞搞搞 久不久就叫那些人回来 在总统府吃吃饭 可能吃饭的时候 就叫你捐钱 支持总统 就是竞选 就多叫你做些什么 大家都向外走 向外走 中国呢 基本上不是这样的做法 中国呢 就对民企是有些很重要的东西 记住 接着我再读一句 它说 由制度和法律上 将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 落下来 其实一直都说 民企都要坐 喂大哥 你只是顾着国企 我们是怎样的 我们是真金白银投资 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 正式做了 即是用法律去定下公平竞争的制度 是的 是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要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 发挥民营企业 再找就业 找就业就是说 一年要多少 1200万个职位 每年都要 每年都要 因为很多人出来做事 增收中的重要作用 就是找多些水 支持平台企业 再创造就业 拓展消费 国际竞争中 大显身手 三样东西 有两样东西 是和别人砍的 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拓展消费 即是内销 是很重要的 是 美国厉害吗 有三亿人要花钱 我们如果是令到国家里面 每个人多花100元人民币 香港人多花1000元港元 即我们的花费是多 比内地的 这样呢 市面又是相差很多 在国际竞争中 要大家斗 真的要大牵牵手去斗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接着他又要说 他又继续说 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 和面临的挑战 转变发展方式 即调整产业结构 换转增长动力 坚守主义做强实业 走高质量的发展路 即是不要说 只是做异的那样东西 即是不要发展 大家都是看着你发展的 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 要加强自主创新 发挥更大力量 吸引更多民间资本 参与国家重大工程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 这两句 基本上说了两个方向给大家打 现在中国都有民营的火箭 已经有 没错 国家重大工程 我开出来 不只是给国企做 你们做吧 帮忙做 你们赚钱 走出去 另外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 现在正正是中国 是要接上美国 想斩断我们的供应链 你们做吧 大家接下这些供应链 这些供应链 可能是去东南亚 可能是去中东 可能是自己本土 但是大家都要做 因为你不要被人斩断 你做不到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但是 是不是只是说企业 不说民众呢 又说了 这又是共产党基本核心想法 就是什么呢 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建构和谐劳动关系 推进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 要发展成更公平为及全体员工 我们不走法国那套 法国就由早到晚一个罢工 完又接一个罢工 就是做企业家 你要对民众更好一点 如果你对他们不好 想着我剥削他们 那你就死了 这些说得很清楚 我相信台下很多民企的抄 其实心里是崩燈 一眼一眼灯着 我们可能看来就不太好 定心远 定心远 又说得很清楚 你说民企是否做多少生意 又说给大家听 民企现在做什么 贡献了50%政府财政收入 就是他们税收一半以上 是民企给的 GDP和投资占了六成以上 六成以上 好了 七成的技术创新成果 靠民间去做这些东西 做了出来 华为阿里巴巴这些 就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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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业纲位 是有八成是由民营经济创造 这个是厉害的 就是有八成的职位 是由民营创造出来 你说我想打政府工 只有两成位 这一段 听起来就好像没什么 但是你读出来解释一下 智女行奸是究竟说些什么 大家明白了 可能就会明白到 哇真的 这次说了这么多 说给这么多人听的东西 你猜香港的企业 听到之后又有些什么 其中还有一件事说 坚守主业做强实业 什么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 就是叫你不要乱炒楼 买地建楼 做地产商 中国的鬼城市在那里建楼 那些就是扔钱下海的 做好你自己的本业 你不要告诉我 我们又整一间实业公司专建楼 不要 做你的本业 要专和征 还有实业 是实业 做实业 我们不要美国中空化 这句没这么说出来 其实内容就是这样 所以这次机构改革 很强调金融方面 是 银监会有转型正式的监察管理总局 所以现在这次机构改革 非常重视金融方面 是啊 即是机构改革那里 亦都是会炒一些人 就是国家公布员 精简5% 因为增加了一些 所以要精简5% 拿这部分的名额去强化 就像前头所说的 科技博化等等 这个又好像美国的做法 美国有些大公司 每年都会炒5% 你不到位就炒 他的说法就是 如果一年不炒5-6% 你公司就会有很多佣缘 佣缘比较多出的人 而是你多出了一些 不是做事的人 那这个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明白 其实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有时自己看 不是很容易的 道獨之下 就明白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那其实香港那些大脑子 就是清晒上去 由国家的官员再解一次 那大家又说是坏 那大家明白 那我们不是国家公园 不过我们看到 那跟大家讲一下 好吗 好今天到这里为止 拜拜 拜拜